那今天本土的病例一樣是零 連續五天本土零確診 防疫管制也進一步鬆綁 餐廳飲食內用 不再需要透明隔板 或一點五公尺間距 這座餐廳超商熟食區 不需要有專人分菜夾菜 另外宗教場所也適度鬆綁 開放全程搭乘車輛的競箱團 但是不開放肉境遊行 而娛樂場所也適度鬆綁 像是電子遊樂場 MTV KTV 桌遊店 麻將休閒館現在都可以照常營業 但是飲食還是有限制 裡面有開放飲食的是桌遊麻將場所 那有開放飲水跟飲料的是 這個KTV跟MTV 而且是限飛酒精性的飲料 那電子遊戲場跟這個 資訊休閒場所的話 目前還是以禁止飲食為原則 疫情趨緩開放部分密閉空間飲食 現在空曠山林海域 也不用口罩戴緊緊 但外界也很好奇 人也嬉小的河濱公園吃飯敬酒 可以拿下口罩嗎 河濱公園其實人潮都很多 所以如果要依循這個 我們現在開放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可能也很快 就你才脫掉可能就馬上 又要拿起口罩來佩戴 所以現在也暫不適合 換句話說對大多數人來說 口罩政策還是維持原來規範 倒是電視台主播在攝影棚內 只要保持社交距離的狀況 就可以不用再戴口罩 疫情緩和防疫指引松綁再進一步 滾動式調整讓國內民眾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歡迎收看江波瑋另外一句台幌道